洗头发最适合的温度是 36.7度 忍住,别偷看 就让这次的发型变成一个惊喜吧 什么样的妆才能表现出自己最美丽的一面 快来Vin Salon 变出你最满意的自己 爆炸的破坏力惊人 马祥平收费站剩下框架 杂物四散 警方到场调查 搜索犬就在废墟里面 找下有没有人被困 附近镇上的人 也都纷纷走到街上 三公里外的楼宇都感觉到震荡 锅里也都震碎 学校的学生也都紧急疏散 有网民说 天空飘落着爆炸产生的泡沫渣 和空气中有异味 经有关部门初步调查 爆炸是由福泉一间公司 两架由湖南运送炸药到贵阳的汽车所引发 两架车一共装有70吨炸药 在途经马祥平收费站的时候 发生连环爆炸 造成最少7人死亡 200多人送远 当中有20多人重伤 我们在曼谷的皇家空军基地 先听取机师介绍灾区情况 他每日都会飞去灾区 看看洪水蔓延成点 他说洪水这两天减弱了 但是仍然继续向曼谷市中心推进 原本受灾较轻的暖武里虎 这两天的水都很厉害 我们一定会守住这个虎 因为过了之后 就是曼谷市中心 很危险的 我们的採访队在泰国军方协助之下 上了他们的直升机 飞去曼谷的市区 以及再看一下远一点的虎 周边的水浸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由直升机望下去 一远离了曼谷市中心 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被水淹浸 只是零星见到屋顶 有工厂至少两层楼都浸了在水里面 远着微南河往上游飞 水位已经升到和地面一样高 在一些较落后的地方 大型政府建筑都还可以看到 但是周围的屋已经全部浸了 严重到基本上已经看不到 有任何人在这里活动 回程的时候看到天桥上面泊满了车 水也都慢慢由外围向曼谷市中心推进 军方说士兵会加强戒备 留意一些抵挡洪水的提位 新防缺提 力保曼谷市中心 由于灾情严峻 我们在军营也都见到不少义工 上了军车 准备深入内陆地区派发物资 以及为当地的灾民打气 希望可以凭着同心合力 度过今次的灾难 唐人街的鱼翅燕窩店 一向都很受旅客欢迎 但是洪水浸了马路两边 同店铺的门口 只是相隔一条行人路 商户都索性 全日不做生意 堆好沙包挡水 有卖手信的店铺就说 近两个星期的生意少了成半 没有空空来 没有人 要怕水 没有客人来光顺 只好天天看着电视 留意水灾的最新情况 也都担心在灾区家人的安全 之前一直都没有出现水浸的唐人街 未滥河的河水终于都涌入来了 这条香港人最喜欢来吃东西的美食街 今次也都无可避免受到水灾影响 商户的生意也都会大受打击 当地报章过去过几月 都是以水灾做头版 可能暂时未对华人造成很大影响 当地的中文报纸比较之下 报道的篇幅就比较小了 有泰国的上议院议员就专程来到维民商户 和派发皮肤病药膏 他说政府因为全力救灾 所以不少议员都亲身狼驱 关心民众 希望大家可以团结 泰国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 这么大型的水灾 民众可能会不小心感染皮肤病 我们就亲身来聊聊天 了解他们的需要 和派药膏给他们 泰国政府预计 过多一个礼拜左右 潮值将推就会明显减弱 到半就不会那么严重 到时市内的生活 可以大致恢复正常 微南河洪峰通过曼谷 不过洪水持续南下 曼谷周边的地区 洪水还是未退 西部的水浸就特别严峻 由于防洪设施不够 加上当局为了赶在月中 出现新一轮的大潮之前 经东西两面的河道 将洪水排入大海 预计洪水流入西部之后 有八至九成的土地汇水浸 有居民就忍受不了 被洪水围困多时 曼谷北部一条村落 大概一千名的居民 要求当局开闸洩洪 以免洪水积聚 期间同警员驱撞 直至当局开闸 冲突才停止 不过附近地区 就受到排出来的洪水威胁 水贵上升 一场半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水灾 对泰国的经济 造成重大的打击 曼谷以北的大城府 和巴吞他尼府 七个工业区被浸 工厂要停工 令到出口受挫 泰国内閣开会之后 成立委员会 负责重建工业区 将会推出一系列的措施救灾 包括加装水泵 抽走租水 又会减免关税 方便厂商 救治新的机器 以为工业区推行税务优惠 吸引外资 夏潘德里欧去到国会 发表演说 表示政府信任民众 以及民众的判断 认为欧元区国家提出的 挽救希腊债务危机方案 要在政治上 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所以要由全民攻决 初步定在明年初 欧元区领袖 上星期达成协议 银行同意削减希腊一半债务 又会扩充稳定金融基金 去到一万亿欧元 帮助有需要的国家 希腊为了得到欧盟 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 大力推动紧缩政策 包括减薪和加税 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最新的调查也都指出 大多数人对欧盟救助方案 持负面态度 市场担心 万一公投否决救助方案 希腊的债务问题 势必恶化 反对派议员也都不满 帕潘德里欧提议 公投和对政府的信任投票 一起举行 事关反对派指责 帕潘德里欧 处理国家经济不力 要求提早大选 现时说要举行公投 只是想被重就轻 自冷战结束以来 美俄去年最大一次交换间谍行动 涉及10个俄罗斯间谍 当中由美女间谍之称的安娜 凭着美貌最触目 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发放多条片段 安娜在美国的时候 和平常人没什么分别 她到百货公司行街 暗中透过无线网络 将情报传送给百货公司外面的 俄罗斯政府人员 另外一条片段 就见到她去年6月 在纽约一间咖啡室 同假扮俄罗斯领事馆人员的 联邦调查局臥底会面 安娜也都好激怡 怀疑自己身份曝光 一个小时之后 她用假名买了一部新电话 第二天的约会也都没有出现 联邦调查局随即展开行动 拉了全部10个怀疑俄罗斯间谍 至于其他在美国的俄罗斯间谍 和有关组织联络 或者提供情报的手法 都和荷里活电影情节相似 这个怀疑俄罗斯间谍 就在纽约皇后区的火车站 接收装满钱的纸袋 又或者像她那样 将情报文件埋在地上 再指示对方拿走 联邦调查局今次发放过百分 经过筛查的文件 当中有很多因为资料敏感 文件内容都是不完整